大家好 今日是1月5日 星期三 市步入2022年後 形態及紀律上的走勢都令人失望 最低限度連續三天 市都出現先升而後回 如今日指數早市先高開34點 到23323點 輾轉反覆逐步下降 今日直至三點後中 已經一度低見22962點 技術上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即是先高後低形態 如果不扭轉的話 理論上更低的指數還在後面 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 絕對不可能在三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況且643點波幅 亦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指數今日 即是再度跌穿10天線亦跌穿23000點 先看移動線方面 現在恆生指數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所有平均移動線亦是一個倒序形式 即是整個形態及結局上的走勢 在移動線方面 向下望就是去年12月20的低位 22665點 不論是月份的形態及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都是略為偏淡的 所以暫時來說 應該繼續持形保態 盡量保留現金在手